观众朋友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中国的传统特色美食种类繁多 而且是独具风味 就拿这个鸡肉的做法来说吧 著名的山东德州扒鸡 在鲁菜当中是堪称经典 上个世纪50年代 北京举行了9次全国食品展评会 德州的扒鸡传人 在现场是大展身手 一只只行美色鲜 香味扑鼻的扒鸡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围观者们品尝之后 更是赞不绝口 还有九富盛名的河南道口烧鸡 它的制作记忆也经过历代相传 可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可是大家不太熟悉的是 在内蒙古乌兰茶部 有一种近百年历史的 卓兹山熏鸡 这种鸡被当地人视为神鸡 1956年在国家食品公司 举办的全国食品展销会上 它和山东德州扒鸡 河南道口烧鸡 并列地方秦制品榜首 因此被誉为全国三大名鸡 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鸡呢 鲜红鸡冠 各大体肥 再加上一身红褐色的羽毛 这种鸡看上去 似乎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它们可不是普通的家养鸡 而是卓兹山独有的珍贵品种 红鱼鸡 据说全国三大名鸡之一 卓兹山熏鸡就是用它来制作的 卓兹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茶部市中南部 距离首都北京仅有430公里 而乌兰茶部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 红色崖口 因清初惠盟与红山口而得名 京包 包兰 包钛等几条著名的铁路线 也都经过这里 在过去这里还是重要的商路要塞 从张家口到四子王旗 大同到丰镇厅 还有沙湖口通向宁忍厅等等 因此更是将文明塞外的 卓兹山熏鸡带到了全国各地 在进入卓兹县城的路上 我们惊奇地发现 这里随处都可以见到 大大小小的熏鸡店 原来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 很多人都会制作熏鸡 然而在众多座熏鸡的师傅中 就有一位被业界称为传奇人物的熏鸡高手 据说他家的熏鸡店 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临近中午 李珍熏鸡店的生意果然十分兴奋 前来购买熏鸡的顾客络绎不绝 我看您拎了一袋子 买了几只啊这是 买了两只 经常来这买这个熏鸡吗 我们刚才在那边吃饭吃了挺好的 味道不错 住得离这儿近吗 我们是外地的 听说这个特别出名 然后我们就打这个很好 味道纯正 营养丰富 携带方便 还可以在旅途中食用 卓子山熏鸡 来到卓子山 由于当时地方穷 条件有限 熏鸡根本无法外出 条件太简陋 那话 所以那话那个洗鸡的呀 一般都是什么呢 没有自来水 打水 你就能汗井 打着水 然后拿锅烧开以后 所以干活呢 每道工序都比较磁力 原来那个原始做法就是 每道工序以后必须都做好 所以这个做好这个过程呢 必须得要认认真真了 李树新说 想要做出传统的卓子山熏鸡 从选鸡 加工 再到配置辅料 焖煮 直到熏制上色 每一道工序 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先将鸡浸汤 退毛 洗干净后 再放入清水中浸泡 二至三小时后 将鸡捞出 然后再给鸡整形 把鸡爪握进鸡肚内 再将鸡翅别好 盘上鸡头 在传统的熟食制作方法中 无论是爬鸡 烧鸡 还是熏鸡 都离不开老汤炉煮 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炉煮好吃 全凭一锅汤 因此炉煮是熏鸡制作中 最关键的一道工序 你看这锅鸡子几分就是倒了点了 你闻到这个味道了吗 我现在就闻到这个锅里 有一股中草药的味道 对 对对对 这个中草药它就是这里边有药包 它这个中草药就是四十多位中草药 组成的这个药包 其中这里边有什么呢 有丁香 有香叶 有笔波 有凉姜 好多种好多种 但是我也不能跟你细说 因为这是祖传下来的这个秘方 对对对 这个做熏鸡的秘籍在这里边 就是在这里边 味道都在这里边的 但是这个汤就是什么呢 这个汤有的时候 你药包起不了的 代替不了的作用 因为这个锅汤它年长了 它这一百多年 甜甜味里加料包 甜甜味里加料包 像鲜蛋一样 这个味道就是 不是拿什么都能代替的 为了保证老汤的新鲜 还要经常过滤汤内的杂物 根据汤的多少来适量加水 经过长时间炉煮后的熏鸡 无论是鸡表面还是鸡座内 都会残留多余的药渣肉末 因此必须及时把它们清理干净 然后再晾干 整鸡炉煮之后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道工序 熏制 将用来熏制的铁锅烧热 将煮熟的鸡放在铁壁上 这个非常讲究 因为什么呢 这个熏出来以后 第一看火候 第二个是看时间 第三个看鸡的质量 大小 你这个在摆放的时候很讲究 因为这是传统熏法 这个鸡子就是不能压 那个跟那个压都摆开 摆开以后再熏 每只鸡之间它是有一个适当的区域 对对对对对 这个料就是什么呢 这是糖和摆木 李淑欣说 父亲早先熏鸡时用的并不是摆木 后来这一次熏制中 傲然混入的摆木汁 熏出的鸡味道格外纯香 还能延长保质期 此后它就一直将独创的摆木熏制法 传承了下来 把糖和摆木放入铁壁上 专门流出直通锅底的小口内 就可以开始熏制 我就在想 这个经过一些中烤药的老汤 蒸煮出来的鸡 然后再经过这个加了糖的这个 这个熏制的过程 出来会是什么味道 特别的期待 这已经开始出锅了 看看这个熏制是什么样的 这个颜色很漂亮啊 但一点都不像是说 经过那个烟熏的那种感觉 不是 你看还是感觉这个木 这应该是很嫩的 它是那个摆木熏的嘛 摆木加糖的 哦 现在咱们就可以尝尝这个熏鸡的味道了 看着就很想吃 这个鸡肉特别讲究 这个从古人传下来就是雾精不成烟 是不是 这个鸡肉 这就是桌子山的真正的特产 所以现在我给你试开试开咱们尝尝品尝 好 大家看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嗯 来 你品尝品尝 哇 这么大块啊 嗯 行 你吃吃这个 好 品尝品尝这一样 热乎乎的 嗯 对 这个鸡肉 真的好香 这个凉吃也可挺好 这个香味就想吃 谢谢啊 有沒有一過熏味 一點都不油膩 就是 不油膩 肉汁細嫩 這個肉絲進到嘴裡 這個感覺太棒了 沒想到這一隻小小的熏雞 竟然有如此複雜的製作過程 不愧是百年老字號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很快要到了 每年的這個時候 各大商場 超市 都會擺上各種口味 包裝精美的月餅出售 但是我們今天要說的這種月餅呢 和這普通的月餅還不一樣 這種月餅它沒有餡 但是和帶餡的月餅一樣 香甜可口 而且它早已經成了當地人 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 人們是一年四季都愛吃它 更為神奇的是 這種月餅只是在 內蒙古風鎮製作 如果把它拿到其他地方 同樣的原料 同樣的師傅 同樣的配方 卻做不出具備風鎮特色的味道 那這究竟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是內蒙古烏蘭茶部 風鎮市內的一戶村民家 而這家的主人 就是我們今天要找的 另一位傳奇師傅 風鎮月餅傳承人 米根武老人 他十四歲開始 跟著當地的餅匠 學習製作月餅 十九歲就推著車 出去賣月餅 聽說今天我們要過來拜訪 已經八十六歲高齡的 李老很是激動 他說只有最原始的烤製法 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風鎮月餅 因此特意請人連夜 將失傳已久的古老工具 從千里之外的其他鎮上運過來 而烤製月餅用的鍋苔 也只能請當地工人現搭出來 而製作風鎮月餅最原始的烤製法 是上下火撐合蓋而烤 工人們現在運過來的 就是上面的火撐 上面的火撐火在上 用三股鐵鎖拴住上面的炭火撐 然後吊起來 採用物理學中的槓桿原理 一起一合 而下火撐則在大蘋果的下面 在灶內就可以生火 風鎮 內蒙古烏爛茶部 一座一扇傍水的小城 引地處鞭塞 月餅的製作完全秉承了 胡餅製作的正宗 而月餅中必不可少的胡麻油原料 也在風鎮頗為出名 胡麻生長在當地 據說用胡麻籽榨出的油中 富含了人體必須的 阿爾法亞麻酸和維生素E等大量營養成分 對身體非常有益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風鎮月餅的獨特味道恐怕要歸功於水了 打上來的這些水都必須來自風鎮當地 也就是深井下面的優質泉水 現在我們一共是有十斤的麵 然後我們加的水呢 現在就是四斤的水 對 它這個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這得加了多長時間這個水 五六分鐘差不多差不多到那溫度了 除了要有一定比例的水 糖的多少也十分關鍵 十斤麵需要配上四斤的糖 每次都必須要用秤來秤 這樣才能保證各種配料的比例 准確無誤 咱現在這個就是開始化糖了 要把這個糖融化了 你有沒有跟老爺學過 我們家就是像我媽那一代 像我們這一代 其實基本就都會做這些 聽一聽看一看就基本都會 在麵粉中放入一勺小蘇打 小蘇打中的二氧化碳氣體 可以讓月餅蓬鬆可口 再放入四斤營養豐富的胡麻油 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充分地攪拌勻 對 要攪拌了 麵粉中的蛋白質 小蘇打和澱粉 與高溫 吸水量增大 並成為年限很高的溶膠 因此增強了月餅的旁潤度和鬆脆性 刷在板子上的這叫浮油 這是怕這個麵待會兒粘這個板子 要把它攪在案板上 現在咱就要把它那個 待會兒就是要那個分了 小老爺掂量的就是每個月餅的大小 就是基本都一樣 就差特別小 像揉那個窩頭似的 對 為了讓月餅看起來更加美觀 在月餅表面打上一層又一層的褶 我們的記者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嘗試 來 爺爺 我來給您學一下這個吧 嗯 我看著這個覺得真是挺好玩的 我也試一試 我看您的動作 捏 我給你捏一下 它走一下捏一下 走一下捏一下 左右這樣要 對 來捏出這個花圍 你再試試 好 我知道了 我再試這個 要這樣呢 是吧 特鮮亮 這就裝滿了 現在咱們這月餅終於可以上鍋了 不 先等等 咱還得再加點兒油在這兒鍋裡 咱再下餅 哦 再加一次這個護髮油 再加一次這個護髮油 這是要下一鍋 再放進去 對 對 下一鍋 天哪 這個烤月餅的方式好特別呀 要燒這麼多的炭火 嗯 這個方法比較傳統 現在已經見不到了 對 真好 真好 哎呀 這個四子快了 真好 小心點 小心點 這個炭火很沉了 給每一個月餅打上孔 可以讓月餅通氣散熱 口感也會更好 在最後一次出鍋前 還要再塗上胡麻油 這樣就可以使月餅色澤更鮮亮 口感更酥軟 現在啊 咱就到點兒了 咱就可以開鍋了 你聞到那香味了嗎 聞到了 聞到了 對 這個顏色跟剛才已經很大的區別 剛才是金黃色 現在有點棕褐色的感覺 對 對 對 做了一下午了 看著就很想吃 口感怎麼樣 嗯 好吃 其實我們今天在做月餅的時候 裡面其實沒有放什麼多餘的東西 對 就是這個白糖 胡麻油 還有這個芝麻 現在他們混合的這個香甜味啊 充滿了整個嘴巴裡面 你看這月餅啊 嗯 我現在吃了覺得特別好吃 嗯 比方說我現在有這麼多 我吃不完 對 那我怎麼去保存他們呀 這個咱要保存好了 咱就隔一年也沒事 這麼長時間 我給你拿 你看 這這就是我們這傳統的 離老的孫女兒告訴我們 壇子是封著人儲存月餅最傳統的容器 酒藏在壇子中的月餅 會變得更加鬆軟柔和 如果再放些美酒 香果 味道就會更加肆意飄香 入口滿嘴果香 如今做月餅的古老工具 雖然已經消失 但流傳數百年的傳統手藝 卻保留下來 人們記住的不僅僅是它獨特的味道 還有世代相傳的原始工藝 在內蒙古查哈爾呢 當地的奶製品種類是非常地多 有奶酪 黃油 奶餅 奶條 奶茶等等 所以奶食是牧民生活當中 必不可少的食品 還有一種奶食 也特別受當地牧民們的喜愛 那就是蒙古酒 因為這種酒是從牛奶當中提煉而成的 所以大家也叫它牛奶酒 每年的七八月份 草原上牛肥馬壯 正是釀製奶酒的季節 蒙古人製作牛奶酒歷史悠久 生產牛奶酒的原始工藝 也一直流傳至今 都說酒是純的香 那麼這種牛奶酒夠不夠味呢 清晨一大早 牧民慶巴雅爾就受母親的嘱托 起碼前往兩公里以外的姨媽家 今天她要借回一樣很重要的食材 艾日格酸奶 在當地 艾日格酸奶是釀製奶酒的主要原料 如果沒有現成的艾日格 一般人家就有向親朋好友家 請取酸奶母屈的習俗 除了必不可少的酸奶之外 鮮奶在釀製奶酒過程中 也至關重要 由於母親陸拉馬 今天要做的是牛奶酒 所以必須要擠出新鮮的牛奶 請把雅爾將取回的酸奶交給母親 有了最重要的酸奶母屈原料 母親陸拉馬終於可以如願以償 釀製新鮮的牛奶酒了 現在咱們做奶酒的這個第一步 就要先攪拌這個牛奶 有那個什麼牛奶 還有那個酸奶 哦 將發酵好的酸奶 倒入直徑不超過一米的家用大鐵鍋內 咱們做一支奶酒需要這麼多牛奶啊 不是都是牛奶 還有那個酸奶都和那個酸奶 這種看起來上小下大的圓柱型無底木桶 是釀酒籠 而它最獨特的地方就是 裡面是有兩個接酒罐子的木質掛鉤 把它放到大鐵鍋上 然後裡面掛好接酒罐 這個罐子放在 哇 掛這個 哦 掛這個 兩邊這個木棒是起到一個固定的作用是吧 接酒罐是平常家用的雙耳小瓦罐 它可以保證冷卻後的酒株完全流入罐內 下面的這個酸奶的熱氣上去之後 然後這個鍋會滴下那個小水滴 掉那個車罐裡頭就奶酒了 掉到這個小罐子裡面就是奶酒 哦 奶酒了 將龍尾一層一層的 圍裹在釀酒籠子的扇形圍片 感覺是先給這個鐵鍋記上一個圍鍋 好 然後這個呢 龍尾是用棉布或粘子製作的 而密封袋則是用來填充釀酒籠 與上下鍋之間的縫隙 防止蒸氣外泄 每一層龍尾上面都防有氣帶 避免釀酒籠散熱冷卻 冷卻鍋內的水每上升到30至40度時 就要換一次 這倒嗎 倒嗎 上回 那次就出來了 還挺多的 蒙古族接待客人十分講究禮節 在喝酒前還必須要完成 敬天敬地敬祖先的三敬禮儀 謝謝您 現在我聞起來 就這個淡淡的酒香的味道 看嘗起來是什麼感覺 現在能喝到這個酒的味道 但是不是特別的濃 稍微呢有一點點苦 但是還是有這個甜甜的味道 喝起來苦感還是不錯的 在內蒙古查哈爾 除了喝牛奶酒 是當地牧民的傳統吸塑之外 各式各樣的奶食 也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 其中奶餅就非常受歡迎 你這碗裡放的是什麼呀 這個是什麼呀 這是牛粉 啊 這邊都是用牛粉來當柴火用 啊 這要把這個牛奶加熱到多少度 35度 哇 那還要再等一段時間啊 嗯 馬上快 馬上快 現在我們就要把它們給盛出來了 啊 把牛奶從鍋裡面撈出來 慢慢地撇開乳清 把撇出來的乳清倒出去 重複過濾 直到把乳清全部撇乾淨 感覺這一袋子都是那種奶渣的已經 在經過長達半小時的過濾後 我們終於見到了奶渣 將奶渣 將奶渣反覆翻炒均勻 哦 是要放在一些模具裡面 這倒是撞出來不僅是好紋 而且還好看 我跟您學著做一個吧 好的 做一個 有點這種做藝術品的感覺 好極了啊 怎麼要把它們弄得平整呢 平整 平整 哦要抖一下是吧 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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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對啦 最厚 哎 還挺漂亮的 嗯 就這麼可 啥啥 跟豆腐畫似的 嗯 甜甜的 軟綿綿的 稍微有一點點酸奶的味道 然後回味有點酸奶的那種味道 有一肩雙手就會有一千種味道 代代傳承的傳統工藝 讓人眷戀的不僅是美食 還有幾代手藝人背後的故事 在即將離開烏蘭茶布時 我們得知 用來製作卓茲山熏姬的老鐵鍋 很快就要被淘汰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新式烤箱 而烘焙風箏月餅的原始工具呢 也不會再使用了 無論是有著百年歷史的 卓茲山熏姬 還是散發著老味道的風箏月餅 還有用土辦法釀製的草原奶酒 雖然製作工具逐漸在更新 但是如果想要留住老口味 還是離不開對古老手藝的 傳承和發展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